今集快點這隻龍珠 今集來講一講一張幾不錯的平民神卡 就是這張 緝殺人三五空天使 這張就是之前那張 緝殺人 對,這張 緝殺人五空天使 接著最近超三 出了之後就開放了 又可以DK上去 即是這張 即是打回來那張 不空 接著再升天使五空 接著再升這張 應該都知道 你玩開 接著再升這張 接著再DK 變慢超三 直接跳過慢超二 這張 以一張平民神卡來說 輸出算是相當不錯的 最重要是 它開路方便 即是潛解的方便 你隨便打四張 最簡單的就是 你打四張這個 DK到這裏 在這裏開始開路 因為它上一個階段還是SR 天使那個 是來到這個階段才是SSR 那你在這裏 立刻開滿四條路 立刻 100%潛解 然後再D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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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因為它是 打回來的卡 所以潛解的數值 就... 不算太好 低機率 不是低機率 低潛解 低潛解那些 加上所有數值 平均都是3000 左右 不過必殺技 有超特大 有個超特大 還有容易升滿 最重要是 接著 高機率180% 即是其實 如果爆到的話 你這裏萬一攻 180 那裏加上 100%就是22000 再加80 即是... 應該差不多30,000 一爆上去 300,000 攻 然後基本上 它爆到的話 其實和L.R.悟空一樣 L.R.悟空是固定數值 加1萬 加了都是3萬攻 對 那它爆上去 已經是等於你 L.R.的數值 然後只要你... 有回到第二世代的隊長 然後 對長技 再加 加高3 為他 接著配合好友 相當不錯 真的相當不錯 那個人建議 就升會心 因為他必殺技 沒什麼特殊效果 接著就... 加滿會心就OK了 不用說升什麼... 連擊那些 反而升連擊就有點多餘 我找一關來測試一下給你看 真的OK的 不是開玩笑 基本上它那個被動 如果它發動到的話 其實它的攻擊力已經是... 和超四過之打差不多 哎呀爆不到 不是太幸運 如果它爆到的話 其實它的數值都上到十幾萬 接近超四過之打的數值 超四過之打的數值 超四過之打11萬 可惜 這次不是太幸運 不過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就算它爆不到 那個輸出打出來也有幾十萬 58萬 哎呀爆到了 今次爆到了 這次爆到了 你可以參考一下個數值 你看 超四過之打 接近一兩 差不多 然後L.R.悟空 7萬多 然後L.R.悟空 唯一可以贏到它就是... 它有24系 即是如果儲滿了24系 之後數值就會大 但是如果你儲不滿的話 只是計12系的話 其實這張東西的威力更厲害 你看 十五萬十七萬 嗯... 接著我這張 只是普通潛解 還沒開路 對 它已經是等於一張 未開路的超四過之打 接近 接近而已 因為超四過之打 爆必那時候還會再大幅 加攻加防 那裡加多一倍 還有超絕特大 所以威力上還是差一點 但已經很厲害了 一張平民卡 一張可以打回來的卡 十五萬 悲心 兩百萬 直接秒 好 又發動到了 可以比較一下數值 它發動了之後 它的... 它的攻擊力更高 比你限定那張超三五空 你看 十一萬 它也是十萬零幾 如果只看數值的話 不算超特大 超絕特大 那些... 對...未算那些 對限定那張 有點不公平 限定那張 因為限定那張 還未100%潛解 還有超三五空 即限定那張 限定那張 它吃彩虹豬 又會額外 再加20%攻 基本上 吃多兩三顆 其實就... 會超越它 只要吃三顆 就變十八萬了 但你想想一張平民卡 你看 一張平民卡 這張平民卡 唯一... 唯一... 唯一的缺點就是... 始終是機率 對 話說是高機率 但有時... 有時衰起上來 連續兩三次爆不到 其實都... 都差很遠 啊... 說還未完 這次又爆不了 馬上斷了 三萬多攻 在哪裏 嗯... 但你說... 升不升得過 其實... 我個人認為啦 如果你... 抽不到... 限定那張的話 那你這張絕對是升得過的 絕對是值得花這個素材玉去投資的 畢竟它又可以免費滿技 等一下... 有一點素材玉去投資 爆到會心 爆到會心應該還能秒到的 哦... 還能秒白 爆不到會心也秒了 上一箱都不錯了 走了 今天的測試都來到這裡先了 那麼... 值得留意的一張卡 非常不錯的一張平民卡 那麼... 下次再見啦 就這樣啦